廉價過後 北市一席間暴增45例 集中有14例 找不到感染源頭 恐怖的是中山區一家泰式按摩店 爆出大規模群聚 因為曾有確診者來過 全體員工進行篩檢 沒想到小小一間按摩店 竟然篩出11人中招 全體的員工現在都已經居家隔離 到過這個養生會館 客人目前也都在居家隔離中 去篩檢 所以可能數量會增加 專家也透露養生館這類場所 就算規定戴口罩 戴染疫風險超級高 按摩就是一個屬於比較密切的接觸 本身又是一個比較密閉性的空間 那不管是哪一個人身上 剛好是病毒量比較高的時候 那那個可傳播性當然就會比較好 本土案例激增 校園也遭殃 內湖某國小有5名學童 在同一家補習班被傳染 而北投某國小柔道隊爆發群聚 9名學生 一名教練 還有一位職員展翼 客文哲超擔心疫情時空爆炸 現在疫調得跟病毒賽跑 推測 明天應該會比281高 疫調的戰術現在反而是快 比完整還重要 戰術邏輯要改變 防止它太過擴大 失控爆炸 目前北市已經有16所學校停課 受影響失聲高達7909人 確診數不斷飆升 家長就怕在家遠距教學的夢魘 又要再度上演 既然人民林沛捷 三區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國內疫情有升溫 北市嘉領也破功 外線是個案的接觸者 陸續被演出確診案22952 是住內湖的40多歲女性 是新北三重傳播鏈案2274E的接觸者 在25號出現咳嗽流鼻水等症狀 隨後採檢陽性CT值只有14.86 傳染力不容小區 另一位確診者案23024 是住士林的50多歲男性 他是被同樣在桃園大潭電廠 工作的同事給傳染 27號被公司召回採檢陽性 CT值22.9 是無症狀患者 被師傅也持續疫調當中 遠看全台各地陸續出現 確診案例和社區感染 曾議員4月疫情大爆發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認為如果拒檢天數持續放寬 恐怕還會有更多的落之魚 柯文哲直言 邊境防疫的嚴格程度 會決定社區感染的嚴重程度 周陽若一昧大放寬檢疫措施 就怕後果將成為台灣難以承受之重 記者楊七號 許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